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片香云霞 风跳雨霜 万朵莲花中 孤独钟声 满平南路 笑在街南 夜黄苍穹 路与天空 山路草山 祝愿铁销在街 此心无邪歌 玛丽无穷 笑手上山石 万人永雄 与祝心香 花出千文正气 祝不同声 祝愿天下太平 与祝心香 花出千文正气 祝不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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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天下太平 与祝不同声 祝不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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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天下太平 祝不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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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不离 祝不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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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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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老爷呀求求你啊 救救孩子吧 老爷求救老爷了 我是活不过明天了 你给孩子一条活路吧 我也吃了上顿没下顿 自己都顾不上自己 还能收养孩子 你抱他走吧 你给孩子一条生路好不好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哎呀我是活不了明天了 哎呀走了 哎呀哎呀谢谢 谢谢了 哎呀哎呀 你想办法的 哎呀救救孩子啊 可怜可怜孩子吧 没答应吗 给一条平衡吧 求求 好 夫人 好 好 走吧 好 走吧 嗯 嗯 员外 嗯 啊 今儿个市面上的情况怎么样 今儿个所有店铺都关门了 那乡林县城的情况如何呀 尊员外的吩咐 尊员外的吩咐 方圆三百里呀 是见粮就收 这两天呢 已经把粮食全都收下来了 一厘米也没落入其他人手中 这临近的五县的粮店呢 全都关了门了 去去去去 是 哎呀我就不满意你们这个为了表公 说这种啊大话 假话 一厘米也没流走 那无济之谈呢 那人岂不都饿死了吗 这 我宋元外高价囤积粮食 那这别的商人他就不会吗 只不过呀 他们不如我财大气粗 囤积的少点罢了 粮不关门 那不说明他们手中无粮 得把他们手中囤的粮食 彻底的给我扣出来 这 圆外之意是 少放一些粮食出去 要高价 大大的捞他一笔 让他们看着眼红 不怕他们不放 他们这么一放 我们就一收 是不是 早了点 你们这些蠢材啊 这难道等人全都饿死了才放吗 这人死了 我赚谁的钱去 现在谁先放 那钱呢 他就往谁的兜里头流啊 元外高明 何必先放一少部分呢 干脆多放点 多赚些钱呢 谁又知道明年的收成会怎么样啊 明年天要是不悍了呢 这么多粮食卖给谁去啊 夫人尽管放心 收多少 放多少 何时收何时放 我送人节 这心里头自然有数 是吧 对 听元外的 没错 你这老滑头啊 我真服你了 听元外 现在的派人 下去给我收租 今年欠收 可这一粒米 也不能给我少交 这 元外 咱们 怕是一粒米 也收不上来 店户家 我去过了 一日三餐 只吃野菜 现在啊 恐怕是野菜树皮 都抢不上了 那最好啊 我这边放粮 那边没吃了 有银子掏银子 没银子的拿地换 明年我这方圆百里 都是我送人节的了 那些个店户啊 不准舍账 是 交不出钱 拿人换 将来地有了 钱有了 缺的就是家奴啊 哎呀 哎 你给我准备二十蛋米 送到县府里去 哎哎哎哎 好 上个月刚送过几千两银子 怎么还要送啊 哎呀 这舍不着孩子 你就套不着狼啊 没有官府复着 咱们就发不了大财 要想发财 那就先得通关 哎 什么时候里的钱 能大的方方的流进仙太爷的口袋里 那你就发大财了 那你就发大财了 这狗东西 靠自己是个县太爷 身不动 绑不摇的 白吃白喝的 什么都是白来的 哎呀 真是妇人之见 妇人之见 哎 哎 哎 你就照我说的去办吧 嘿嘿嘿 是 是 这就是那老婆子家 就这儿 对 奶奶 奶奶 怎么 就你们一老一小 那个不肯改嫁的孝顺媳妇呢 死了 死了 太可惜了 哎 当初要是依了我迈进城里 不也能赚两个钱吗 你看看你看看 现在白白的死了 你们 你们 还说这样的话 叶障啊 奶奶 好 好 你这一把老骨头了 也是快归西的人了 我不跟你计较 但是 今年的租子 连同去年的租子 园外可说了 今年必须交 我求求你们 我和奶奶 已经两天 连野菜都没吃了 哪还有钱交租子 我娘死了 连口棺子也没有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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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嘛 交不上租子 有交不上租子的办法 我看你人也大了 不过 瘦了点 脸也黄了点 但这双眼睛还算挺水灵的 奶奶 十几个钱 没交租子 就以人体租吧 起来 跟我们走 我不走 我要照顾奶奶 那就拿租子来 我求求你们了 奶奶 你们就看着 看着我们家天灾人祸的份上 饶了我们吧 去去去 求求你们了 把这丫头带走 是 不行 来来来 我不走 走 快走吧 奶奶 走走走 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放开我 奶奶 去 真是不讲道理 快起来 孩子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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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你们了 他们也太狠毒了 光天化日 就抢人 全都没有穷人活路了 现在地里颗粒不收 草吃光了 树皮也吃光了 还要逼租 我家的房子也被他们收走了 老了老了 闹个无价可贵 老天爷呀 你怎么就不开开眼呢 就让我们穷人一个个家破人亡吧 你们听到没有 听到了 听到了师父 苦难深重之人在呼唤我 听到了 听那呼声 多少有些不公呢 怨不得他们 他们只身水深火热 灾难重重之中 无人相助相救 我们不去救他们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存在 又怎么能感知佛法的灵光呢 弟子明白 好 我们一同前去救助他们 好 好 谢老爷 宋元外来拜见老爷 好 好 财神爷要来了 快请 快请 是 来人 把这些礼品收到库里去 是 看你美的 还不定有什么事找你呢 你呀 就是把伞 人家才是撑伞的 表面上对你恭维着 实际上还不是听人家指示 诶 诶 诶 差一 这叫 互有所图 各取所需 我有官印 她有钱 可她无官印 想要把官印换成钱 想要让钱 能当官印使 这官 这商就得勾结起来 本官就有一句话 钱流进他的库里 他一张手 这钱不照样流进本官的口袋里吗 这就叫谁也亏不了谁 大人 送原来 知府大人 大人日夜为民操劳 辛苦辛苦 小民登门造访 不知大人您正在休息 有劳打扰了 实在抱歉 哪里 哪里 送原外乃当地名门闲事 本官还得依靠你们 好 大人有何吩咐 您只管是一句话 我一定照办 好 好 原外这是 安临请看 本县酒汉无雨 颗粒不收 这等橙色的毫米 真比金子还重啊 本官家中还有些鱼米 怎好 哎呀 大人您就见外了 我宋某舱中有米 您的舱中自然要有毫米 一点小意思 不成敬意 这是我特地为您精选的贡米 请大人一定要笑纳 你们几个 抬进去 是 那本官只好收下咯 也不服原外一片美意嘛 是 是 原外请 大人请 行 坐 请 大人请 原外今日 这是 大人误会 大人误会 宋某人 今日 是只看望 大人 无任何事 打扰 不过嘛 这个 告知大人 小民 不忍看到百姓啊 受饥饿 之苦 想方设法 千里迢迢 花大价钱 搞到一批米 明日准备 舍本 寿米 一节 本献 无粮之灾 不知 原外 怎么个舍本 发 四两白银 买入 三两白银 寿出 舍些本 做点善事 原外 还真是善人 哪里 哪里 只是 三两一升 卖出 谁又能买得起呢 再者 原外 一向用钱 精细 怎肯 花四两一升 买入 这个价钱 本官 还是头次听说 本官 只值千年 最多半两银一升 原外 莫非 要拿本官 当无知者吗 原外 哪是舍邪本 这分明是 发国难财 大人 也 严重了 灾念人多 这米价 自然 是要抬一点了 可 据 本官 所知 原外 存的粮食 可不少 大人 怎能这样 讲呢 本官身为父母官 哪有不小的事 荒年 百姓疾苦 失衡遍地 你屯粮不卖 让百姓 无粮可吃 原外 本官 其实完全可以拿你问罪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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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害怕 本官知道你迟早要卖 卖个好价钱 本官也就假装不知 送人节 明白 到时候 明白 明白就好 明白就不要再说了 本官可不是为私 而是为百姓着想 本官的意思呢 是要你每生降下来 这其中您的损失 原外 您是生意人 自然会有办法 我降 我降 另外 大人 明日这一寿粮 多数人他无钱够粮 恐怕他要抢 是不是请大人 能够派兵协伴一下啊 大人 额外的一点小意思 请您笑纳 这好办 那我派兵就是了 谢大人 谢大人 大人啊 这虽闹粮荒 但是我这租子还是要收啊 可他们一个个 谁也交不上来 那我只好是 以地 以房 以人 来顶债了 欠债还钱 放田收租 这是朝廷的王法 原外 还顾虑什么呢 只是这帮穷鬼 人多势众 我担心 逼得太重 或者告官 或者怕他们造反 只要原外有心 本官在 你怕什么 告官府 本官给你顶着 造反 本官更可依法定罪 哎呀 谢大人啦 我宋茂仁 也就放心啦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师父 你看 大大叔啊 你说得对 没有指望了 没有指望喽 只有死 死了 就没有鼓咯 鼓难 也就到头了 尔子呀 奶奶不中用啊 管不了你了 儿子 媳妇 娘 还是找你们去吧 不要救我 我这个没用的老婆子 不早早死 活着还有什么用啊 老人家 天无绝人之路 何必自寻短见呢 为何想不开 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 慢点 好点了吗 你们几个小女子 我说了 怕是你们自身难保 有什么用呢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老人家不妨说说 或许 我心中能想出办法 我呀 七十二岁了 儿子 媳妇 全都死过了 十六岁的小孙女 刚刚被送园外抢走了 说是 说是 敌债 他们呀 是要把他给卖了 我一个没用的老婆子 你说 我不死 还不是活活的 饿死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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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的孙女 我三人可给你领回 老人家安心在家等候 看你家四壁空空 想必早已断炊 吃吧 我老婆子 是在做梦 我老婆子 是在做梦 我老婆子 我老婆子 照顿来 我老婆子 老婆子 老婆子 你真是 高尽低出 二两一升 宋善人 赈灾舍血本 什么善人 这二两银买一升 你可真黑了心 宋老郎 宋老郎 还想冲善人 这宋老郎真会赚钱 那边卖高价米 这边高价收物 这哪里是赈灾做善事 分明是明火之障的强盗 是啊 没办法 怎么贵你也得吃救命粮 就是嘛 买房子买地 你总得活命 八天还能饿死 这哪里是能买的钱 给你钱 二两银子只买了这么一天点米 想必你就是宋善人吗 是 必人姓宋 明人节 你这米价太贵了 哪有二两白银 买一升的到 我看你还是别卖了 贵 贵你上哪买去 贤贵你别买 你不让卖 我偏要卖 我劝你 还是别卖 你是什么人呢 管我宋元买的事 不让卖 我非卖 卖定了 卖定了 我不信 你这么贵的米 你能坚持一天吗 别说一天 我宋仁节 非卖七天不可 笑话 你哪有那么多的米 这里就别管了 我宋某在此地是说一不二 落地有声 你看我到底能不能卖七天 你是不认识我们宋元外 拔根汗毛都比你腰粗 你肯出钱 你就买 看我们老爷卖到卖不到七天 你要出得起这个劲 你要多少 我卖你多少 我是无银买你的米 只是不信你的大话 空口无凭 说说而已 谁又信你 这么多人看着 谁都能作证 当今天下官本位太轻 还是找当地最大的官来作证 才可靠 你以为我请不动官府 来人 站 把县太爷 我请来 是 宋善人果然是厉害 我还是走吧 慢 不许走 现大人一到 你我之争 可就要成了官司了 谁赢谁输 那就由大人来定啊 看来 我是祸从口出了 非要 招祸至深 不可了 龙女善财 速去布施银两 让穷苦百姓前来买米 走 这附近到哪去弄银两啊 附近有座山 还筹杯银两 好主意 走 本官已知缘由 你们可知 惊动了本官 此事 可就不是民间纠纷了 而是 变成了官司 是官司 一切啊 由大人以法论出 这法 在大人手里 是不是依法 还不是大人的一句话吗 如果我输了 万望大人通融 笑话 本官一向秉公办事 执法言明 岂能视法为儿戏 到时绝不通融 那也只好如此 不知大人 怎样惩罚书家 这场官司 我想必是输定了 还望宋元外 知府大人 从轻处置 不可不可 书家必须是倾家荡产 可不知你究竟有多大彩底 我无家 才四处云游 并无彩底 只是身边有一家传宝物 不知是否可以作鸭 可以 可以 这西式之宝 可以 可以作鸭 元外 你呢 我愿意全部家传作鸭 如果输了 带着家传 只身离开此地 所有的财产都归你 你看如何 看来 我要输定了 还说什么 大人 你来定吧 还有 你不能用这宝瓶 换银两来买米 宝瓶压在这个大人的手里 我拿地器 还有房产做抵押 也押在知府大人手里 你看着公平吧 这开开玩笑 岂可当真 你身为本地的财主 大元外 输了 知府大人 真的能收回你的全部财产 归我吗 我输了 知府大人 又岂能见我身无分文 真的把这唯一的家传之物 归了你 官司已立 岂能反悔 本人身为朝廷命官 如不执法 怎能被作官 到时大人好办 空可无凭 又无自举为证 大人不承认不就是了吗 不行 办事必须认真 哪能不立自举 来啊 拿笔墨来 啊 哎呀 这是大老小 我们拿笔墨来 你会买粮去吧 快快快 快去买粮去吧 买粮去吧 快去吧 亲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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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听 好啊 这上面 可是有本府的大印 这字句可是字字算数 必须照章办事 一事两份你们拿好 签字画呀 您看 百姓们听得清楚 这官府字句写得明白 咱们就照说的和写的去办 好吗 对 对 看什么去的 宋大人说 知府大人字句上写 二两白银一声泥 而不是三两一声 对不对呀 对 既然写的是二两一声泥 这斗 那这斗就得足量 这个 缺金少两 拿这种斗装的米 往外卖 岂不是欺骗百姓吗 对呀 是不是 这让我们百姓走过日 知府大人 照章办事 请大人换斗 换 换 换斗 换斗 换什么斗 换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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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 咱们的造化 你看 宋元外说 官府字句上写的是 二两白银一升米 而不是三两白银一升白米 更没有说 二两白银一升白米加石头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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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您请看 这米中缠有这么多白砂和土 照宋山人这样作假 即便斗足量 也和三两白银一升米 师父大人 照张办事 让他清除米中的砂石 那卖的才算是米 你胡说 哪有砂石个土 没有 你看这石头 放开了 你再说没有 你什么 会词法术 区区小计 不足为奇 这 不过 能识变真伪罢了 知府大人 现照张办事 卖粮吧 好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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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过来 谢谢 过来 给你 快去买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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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了 这怕是有鬼 那帮穷鬼 哪来的钱哪 哪来的银子 我是小看的了 我还以为 他没那么多钱 谁知道 碰上了个比我送人节 还有钱的财主 这个人肯定疯了 真舍得把自己的钱 都分给别人 你好糊涂 如果 我的粮食 卖不到七日 我们全家的财产都得归他 他现在就是多少钱 这钱买我的粮食也是合适啊 叫你逞能啊 总夸你会算计 结果怎么样啊 把你给捧晕了 你不好好的赚你的钱 你去招惹他干什么呀 这回啊 让人给算计了吧 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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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今天买粮的人是不是少了些 这第五天啊 人是越来越多了 县城四周的各乡各户都来了 啊 林县的人都来了啊 园外 你没有多少了 坚持不了多少天了 都是些什么人呢 什么人都有啊 连咱们的店户们 都手里拿着白花花的大钉银子来了 哎 要不是你打这个赌啊 那该多好 这么高的价 该收回多少银子 哎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做那发财的梦呢 快去 把咱们赚的银子都拿出来 到各县 把那些米商囤积的粮食 都给我买回来 送元外 快去呀 就怕他们囤着不肯卖呀 出高价 高高的价 十粮一生米 不怕收不上来 快去 去吧 我说你快去呀 好 大人啊 你得想想办法 啊 照这样卖下去 到下午就没粮食了 这才第六天 你说的大话 让我想什么办法 你不是派人 又以十倍的高价去俊米了吗 怎么还是运不来啊 这些人商啊 他们都想看我笑话 非往死里整我不可呀 原来是十粮一生米 要见我买的多了些啊 升到二十粮一生 三十粮一生 现在 非得到了一百粮一生了 为了保全你的财产 那你也得买 买是买呀 可大人啊 你也得想一个根本的办法啊 你 你真的愿意看我家破了场啊 嗨 我有什么办法 这官府的大印盖着 白纸黑字 在人家手里攥着 你也看出来了 这人 有多大的才气啊 人家要是告到上面 我这官还要不要啊 求求大人 派兵拔出各个路口 不能再让乡下的进城了 大人啊 我败了家 不光是我宋仁杰一个人遭殃 就是您 他也断了 断了您的财路 你这叫什么话 本官受朝廷俸禄 与你有何相干 大人 你可别忘了 嗯 嗯 好 好 好 本官可怜你 再帮帮 谢谢大人 人生堂肯能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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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堂肯千 activities 人生堂肯能几何 还有社会 任何处在下周 参透事态点亮 与今人间春色 莫道人情不如知 世上还是好人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上还是好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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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透事态点亮 与今人间春色 莫道人情不如知 世上还是好人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